那后来转工程师之后 我到的是也是电子制造业 那当PM之后 你不只是你原本的 软体这边 包含你的硬体 包含你的机构 包含你的包材 然后还要跟客人去谈 那以前当 那个工程师之后 最怕就是跟客人谈 PM很怕工程师去跟客人谈 怕他讲不该讲的话 这样子 所以当你要从工程师 转成PM之后 其实有个心态就是 讲话之前要先想一下 这样讲也许是事实 但是可能对这个专案 没有好的帮助 所以你可能要想想 该不会这样讲 然后另外一个 很大限的就是 英文要练好 因为工程师期 英文是个硬上这样子 对啊 那转成PM之后 你避免不了 跟客人去谈扣 那如果你的客人 是国外的客人的话 那这个英文就很重要 对啊 那当然有一些方法 可以去辅助你 比如说机械关键词 或者访问客人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能不能听懂 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觉得 当你要从工程师 转成PM之后 除了你的 现在的转变之外 你还有一些 像英文这些东西 都要好好去练 要不然会很辛苦啊 自己联系练心的 跟大家分享 谢谢Tony的分享 其实真的 丽秀姐在带PMP 也是蛮多的 来上PMP 其实也都是 想要做转职 然后大家对于 PM的工作 也都慢慢越来越喜欢 那现在PM工作 越来越精彩 可能过去 我们在学PMP当PM 那我们可能只要学这个预测式的专案管理 那从2021年开始 因为疫情之后 我想世界真的变化太快 尤其这两年AI的大量生成 也让我们真的不得不加速起来了 那当然也透过AI的协作 那我们自己也都加速了 所以在PM里面也要学这个敏捷 所以其实现在真的敏捷在我们日常 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必要的 那真的工程师转这个PM 真的PM最大角色就是 我觉得我常形容PM像什么 好像像牵手观音 然后又有像八爪章鱼 哇你真的要面面俱到 然后你要环顾四方 然后耳梯四面八方都有 而且要有足够的高度跟视角 那像Tony刚刚的分享也很棒 就是真的有些想 就是要看一下会不会带来副作用 然后会不会让你的专案更忙了 所以真的很棒 谢谢Tony的分享 那还有没有想要谁跟我们分享 你的这个PM的这个旅程 或是你在已经有在敏捷教练上 那今天的分享带给你的启发 或是给你的收获 来听听上模的分享 那我想各位的分享 也是跟我们分享者一个很棒的回馈 那么我们要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利秀教练好久不见了 你好大家好 对我目前也是一个软体的PO 然后所以刚刚两位讲的也是心有七七言 真的当一个PM 我以前也是一个engineer 也是软体的工程师 那刚刚上一位分享Tony也是说 要讲的话真的要先想一下 因为以前工程师的心态 就是一就是一 零就是零嘛 但是PM 我当PM以后有一个很大的认知是说 事情没有对跟错 只有最好的接触 所以有时候跟客人争之前会先想一下 到底这样真的到底是有没有意义啊 对所以有时候PM我还在学习中 但是有在渐渐转换engineer到PM这条路上 有一些心态上的不一样 对 我们觉得工作变有趣了 就不一样的挑战 不一样的挑战 对但也是一个蛮有前景的career 我是这么觉得很现实的问题 薪资有不一样吗 就看你个人的能力 因为我是在外商 所以像刚刚Tony分享的 我也是很有同感 你的英文能力真的要有一定的程度的话 你PM会走得比较顺一点 因为英文这种东西真的 不太有人可以帮上了你的忙 那个就是你平常的 有AI 就AI就是对啊 就只能你不懂的时候可以问他 但是你当下就在跟客户面对面 你也很难用AI直接翻译 就有时候是人跟人在见面开会的时候 那种情况下 你的英文能力就真的蛮重要的 是 对啊 那我目前可以跟大家分享的是 我英文能力 我是每年都会参加多益啦 那我刚参加完多益的口说 回来这样子 所以我每年都会去看下我的能力 有没有退步啊 还是说进步了这样子 对 很棒 那上文现在有在转那个 在你的PM里面有用上Squam Master的技能吗 哦有啊有啊 我刚今年Q1的时候 因为我们的RD最近有合并另外一个软体部门 所以原本RD的人数是12到13个而已 然后今年公司 有点像是我们软体这个产品被重点的 变成工资占月性的产品之一啦 所以有合并其他的软体部门 直接RD的人数变成差不多五十几个块 六十几个块 大型敏捷了 对后来我们就跑那个Less Less去跑 对 大型敏捷了 升级了 对啊 对啊 我他的基础还是Squam 对 对 还好不是跑Safe 那就那就真的不那么敏捷了 对就当初是有在评估Nanasius跟Less啊 但后来我觉得我们评估下 我们的团队属性Less比较合适一点 很棒 都看到有成长 这样很好 嗯 谢谢上罗的分享跟回馈 好那时间来到10点10分了 那叶宜生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那在敏捷大陆上希望大家一起同行 那在淘宜敏捷部落 也会带给大家持续的保持这样的精进跟成长 那在RSG年会也会帮助大家看到更多的国际视野 那我觉得更多我们也在让国际看到台湾的敏捷活力 我们的国家虽然土地小小的 但我们的志气也大大的 那我们的敏捷活力也是非常的充分的 那所以今年也期待大家的RSG的参与 那今天我们非常谢谢Aline的分享 谢谢Susan的分享 那给我们带来一些的议题 那也给我们带来一些的启发 那我想在敏捷的道路上 或是在我们的志亚道路上 真的只有保持成长 那这才是在不变一万边中一个最好的这个学习 谢谢大家的参与 那希望大家有美好的夜晚 那在今天也给大家新的启发跟收获 那在未来志亚上 大家也在敏捷的道路上 可以更有所顺畅 那也可以让大家的敏捷成为你的日常 那让敏捷帮助你成为更好的自己 那谢谢大家 谢谢两位 那我们就晚安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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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